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相亲猴 今天咱们来继续简单割草 那么也是游戏的第二天 这个游戏玩起来会让人有一些上瘾 因为割草这种感觉 算是一个消除类游戏的变种 那么也是满足部分强化症的需求 因为这个割草这个环节 玩起来是非常治愈的 同时它这个草坪做的 是非常的不错 我个人觉得这个割草 必须要突出它的草的特点 那么它这个草丛动画这个层次感 在游戏中表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比周围的这些树木要强很多 那么也是跟周围的这个树木 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让我们看到这个草的这个身影 同时游戏细节也是非常不错的 咱们这个割草的这个工人 他会时不时的左右看一看 然后割草前方割草后方出这个草盔 就是把草给它变成了这个细末了 然后这个草末并不会它收集掉 因为如果收集的话 这无法运作 所以说就把这个草当做这个养料一样的东西 给它铺到草坪中 那么它是利用了一个渐变的方式 咱们割完了这个草 你可以看 它会利用机器后方 在后边大概停留个 1到3秒左右 然后以一个渐变的方式 没有 这个如果你直接没的话 就看起来非常的突兀 并不是很流畅 好 慢慢的向里边走 其实这个割草主要是靠近房屋的 这个边缘位置不太好弄 其他位置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是受限于房屋不规则的造型 这个人长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长了一个大胡子 但是却是一个小孩的脸 难道说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这个老小孩吗 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 你看这个草 我去这个比人都高啊 这家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你看他这个草比房子都高 比房子这个玻璃都高啊 我去 这个是必须要割了 不割的话 这个房屋是完全被草包裹的 仔细想一想 如果咱们住一个房子 被草丛包裹 那么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啊 好 顺便给它全部都捋齐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酷玩 驾驶这个除草机 在溜边给它都减掉啊 主要是房屋边缘 不太好处理 那个可以留一些 咱们最后再逐个给它击破 好的 成功完成 那么简单割草 是再简单不过了 那么其实游戏难与简单 这个其实就是 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啊 有的人喜欢玩这个高难度挑战的游戏 那么有的人就会去选择简单难度啊 那么其实我个人觉得在休闲时间 咱们选择一个比较简单 放松类的游戏 其实更好 并不需要你去多想 那么注意力的话也不用太集中 咱们只需要简单放松 那么简单割草 就是一个在休闲闲暇暇时间 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游戏 那么玩起来也是非常轻松 并没有太大难度 比如说什么 咱们不能转向转向撞到墙上 车就爆炸了 那这个就是比较坑的 所以说放心玩 没有问题 这里的蝴蝶 获得了50个 这个算是钻石奖励啊 因为咱们一旦发现新蝴蝶 它就会记录在我们的蝴蝶手册中啊 那也是算是一个游戏的小小的收集内容 那么游戏收集 大家会都知道啊 游戏必须是要有收集内容的 来增强游戏主体的感觉 那么通过一些附属内容 来丰富整个游戏内容 好 最后一朵草 咱们给它消除掉 快快快 最后一朵草 那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过玩 我们下期再见